因为阿基尼诺他是对中共有长期深入的研究 他前一个位置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那现在要就任了美国印太 印太司令 换句话说他整个是一个无缝的接轨 他对中国对中共来讲是长期的研究 因为经常都抵击这个勤修 在整个包括黄海东海 包括到南海整个的这个军舰军机的活动 大部分都是海军 那海军的活动 他是海军的舰队指挥官 舰队司令 他对中共不太了解 他说的讲 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六年有攻台的威胁 那现在美国整个的趋势 鸽派鸽派休息了 鹰派上来了 这很简单 阿基尼诺他就是太平洋舰队司令 他现在已经出来 美国的这个他的任官 上校以上的阶级要经过参议院通过 所以参议院已经通过了 他准备要就任了 那就无缝接轨上来了 那我们要知道 他现在竟然非常重视台海南海这个区块 那我们台湾要怎么去准备 我认为要跟美国要加强在旁边的互动 哪怕是演习 哪怕他的军舰或军机的通过 我们在通年上面 都要跟他做一个沟通跟联络 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将来在军事上 军事的合作更深化 不是光只是讲 因为我们用了这些军事的装备 军舞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情报的交换 因为美国那么积极的做勤收 美国可以算是目前全世界来看 在勤收方面的工具最多元 情报的研究最深入 我们有必要以最方便 最快捷的方式来做掌握敌情 你能够全部掌握敌情 你在台北皇位作战上面 情报优先 作战第一情报优先 你只要能够掌握情报 你的作战上面整个可以做战略展开 第二个我们看这个 就是瑞特纳 瑞特纳以前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他是副发言人 他现在是国防部负责印派的 这个助理部长 国防部这方面的 所以这方面他也是印派 对中国来讲 对中国来讲 因为他长时间研究中共 现在又就任到副助理部长 他在这个机关 反正两个搭配起来 有军事的背景 虽然他们一个是军官 这个是文官 一级一级一级都搭配 接加入这个 而且都是鹰派 所以在整个来看 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交流 要更深入更深化 我们看目前中共在 这个第三艘的航母003 我们要动动3这一方面的 美国充分掌握 美国充分掌握了 我们可以了解 他目前的进度是什么 美国比较长调的就是 这一个我们看这一个003的 他这个盾位 我们了解到 山东号的航空母舰 跟辽宁航空母舰 大概最高满载到5万5千公顿 他这个第三号的 他的盾位已经到8万5千公顿 舰载机我判断 从36架可能要加到60架 36架的千十六 而且以后我们看这张的 这个预测的图 将来可能就是逆中战机 跟千十五混装搭配 而且他的弹射 他有四条弹射电磁弹射系统 这一条第二条 这边还有两条 这边第三条 这边还有第四条 电磁弹射的系统 所以按照整个目前 美国所掌握中国的海军 他的扩军 他的艘数在2016年 我们可以看这下面这张图很有意思 从2011到2016年的时候 他的海军的超速 2016年就已经超越美国了 将来到2020年 就是现在2021年 已经超过了 他现在从这个交叉点到 现在目前360 297 这个是目前我们整个的分析 这是什么消息来源 这个消息来源 这边显得很清楚 这是CNN 美国很权威的 但是这个消息来源 它是讲的是架数 这个烧数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中共还有三个 他的短板 第一个 他的盾位没像美国那么大 中共的烧数很多 但是盾位美国世界第一 因为美国大都万盾级 很多的都万盾级 中共他大概五千盾 七千盾 万盾有少 他是少嘛 第二个 美国的总动位是说 他的发射系统最多 他是所有的垂直发射系统 九千个发射系统 中共目前才一千个发射系统 美国的这个战力 如果是按发射系统来看 美国战力是中共的九倍 不是光只是看 这个上面上的数字 而是看它战力 第三个最重要的 美国是全球 全球战略 中共到现在 它航空母舰 虽然有两艘 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太平洋 没有进过印度洋 没有到中太平洋 没有 最远到关岛 是 你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从 它的这个战力的规模 还有作战的经验 还有这个作战的面积来看 是美国目前 独占凹头